为什么说特瑞是很多人小时候心目中的五强 什么大偶强小偶强其实说法早就有了 只是当时就是没有完全的去排啊 还得那么清晰 到后来就是有一些做视频的人啊 他就是完善了一下 各个排名都排起来了 感觉还挺合理的哈 然后就延续了那套说法 好这把要打晕了 或者打晕了 特瑞这个角色的话在阶级非常容易上手啊 特别是他的连招打死他比较好看 很多人都喜欢玩 而且当时特瑞的话呢 他是可以无线连的啊 一个无线连的特瑞 那谁把他当主力呢 如果说可以解放无线连是吧 解禁的话 特瑞的话到时候人手又是一个了呀 只能说特瑞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哈 大猪崛起了哈 不能裸杀之后呢 看到的人手一个大猪 如果无线连的话你看一看到 到时候会不会有人有人选大猪 哎呦漂亮啊 下笔子 带着一个荒大帝啊 好撞回去 不有漂亮预判成功 好 nice打残 不有漂亮啊 直接预判对手要跳啊 再一次升龙 以前相信大家在阶级的之后啊 没有禁止无线连啊 一看到这个特瑞都挺怕的 感觉像死神来了啊 而且呢特瑞进行都是手底啊 现在当年那些用特瑞 玩无线连的人不知道还在不在玩啊 把这个规则给制定出来的啊 让这个特瑞就这么直接没落了 也挺感慨的吧 兄弟们啊 你们这些当年用特瑞手底的人啊 玩无线连的人啊 在不在啊 来 动平扣个1出来 好闪神出来 刚回去 哎跳逼 这个跳逼打这个八神是非常好用的哈 最多相杀 而且你如果是八神 用跳逼跟他抢 你永远抢不过他 他这个跳逼往前踢的 而且出招比较快啊 很多赖逼角色他打这个 他用这个特瑞的时候 都就喜欢用跳逼来打八神 八神被他打的就不知道怎么动了 你只能跟他拼你一个跳逼 哎这下又抓了 哎没抓到什么鬼 摇快了 还好哈 然后抓一个 升龙 来机会 又升龙 你像 漂亮啊 厉害厉害的啊 好关注修修 博弈走掉